大家好,我是蓝美兰医生 我在医学界有超过20年的经验 也拥有15年的医美经验 那对我而言,医美是让人看起来自然又美丽 而散发出一种独一无恶的魅力与自信 而不是看起来又假又僵硬 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的人 脸上都长了一些痘痘 那意识上我们就称它为左窗 那左窗不但会影响人的外表 并且严重的话还会影响人的心理 那使人产生自卑的心理 而失去了信心,感到沮丧 那左窗是一种毛囊和皮脂腺的慢性炎疹 它多发于面部、胸部、背部 它表现为黑头粉刺、秋疹、浓中 脚疮、节节、囊肿、脊疤痕等等 多种皮肤的损伤 那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皮肤问题 那因为它通常发生于青少年的身上 我们也俗称它为青春痘 那左窗的形成可分为内阴和外阴 那内阴最大的主因 其中最大的主因就是雄性的荷蒙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男女性都有雄性的荷蒙 但男性的雄性荷蒙会比女性多 那这雄性的荷蒙它就会刺激皮脂腺 那皮脂腺就会产生过度的皮脂 那这个皮脂呢 也会导致我们的毛囊口的上皮搅化过度 是毛囊口被搅置阻塞 那皮脂就无法顺利排出 那一导致皮脂腺在内堆积 就会形成了微粉刺 那第二个主因呢 就是毛囊中存有许多的卫生物 比如说灼疮病酸杆菌 白色葡萄球菌和麻辣色菌 那灼疮病酸杆菌呢 是一种厌氧菌 那皮脂的排出受阻 正好为其创造了良好的局部厌氧环境 那它就会使那个灼疮病酸杆菌 大量的繁殖 而导致了炎症形成了灼疮 那外因主要呢 是指细菌感染 炎症反应 毛囊结构异常 有性皮肤 面部清洁不及时啦 毛孔缩缩不自如等等 同时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呢 精神紧张 或者长期不适当的过度使用化妆品 也是灼疮加重的原因之一 那比如说呢 生活作息啦 饮食结构不合理等等 也会导致内分泌失调 而引发脸上长一些痘痘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注意 调理自己的内分泌 而避免因为内分泌不调 而引发了痘痘 有时候呢 患者看去行医的时候呢 医生会配给一些 一种荷蒙呢 我们称它为Diane35 那这个荷蒙呢 它就会导致体内的胸性荷蒙 减少 那当胸性荷蒙减少的时候 那个皮脂线的排出也会减少 那个毛孔的上皮的角质也会减少 那毛孔不会受阻的话 它就不会有形成灼疮 那当然这个Family Planning Pill 只能够配给女性患者 男性患者是不会口服这个药的 那第二个阻音的形成呢 我们都刚才已经谈到了 是因为微生物的原因 那这个时候呢 医生就会配给患者消炎药 OK or Antibiotic 那这个消炎药呢 也可以分为 口服 oral 或者是外涂 Topical 那口服或者是外涂的 消炎药呢 就是对抗 那个灼疮病酸感菌啦 那第三个 医治那个灼疮的方法呢 医生有时候就会配给 含有VA酸 或Vitamin A 的一些产品 那Vitamin A VA酸的产品呢 也同样的 可以是外涂 或者是口服 外涂或者口服的VA酸呢 它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能够去除这个上皮的角质 它也是能够对抗这个细菌 它也是能够减少我们的皮脂 分泌皮脂腺 所以VA酸呢 尤其是口服的VA酸 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治疗 那着创的类型呢 可以分为几大类 那最常见的呢 就是寻常灼疮 也俗称它为青春痘 那其他的呢 包括了聚合性的灼疮 爆发性的灼疮 药物性的灼疮 甚至于婴儿灼疮 或者是月经前的灼疮 那灼疮的可以根据 皮肤的索坏性呢 跟严度程度呢 分为三度四级 那第一级呢 轻度就仅有粉刺 如黑头粉刺 白头粉刺 那二级中度呢 就是粉刺外 还有原性秋枕 那三级中度呢 就是粉刺 原性秋枕 还有笼包 那四级中度呢 就是有粉刺 原性秋枕 及笼包外 还有节节 囊肿或斑痕 那成人灼疮呢 被分为磁细型 和磁发型两种 那磁细型的灼疮 是直25岁 以前就发病 那其表现 磁细到25岁以后 那这种灼疮的发病原因 以青春期的 寻常灼疮相似 那常发生于 面部下部三分之一的地方 及颈部 那女性往往会在 经前期 那个灼疮会加重 那磁发型的成人灼疮呢 是指25岁以后才发病 那其病因的原因会比较复杂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遗传 那第二个原因呢 是内分泌疾病 如女性多卵巢 囊肿综合症等 那第三个主因呢 是精神因素 比如说生活在城市里面呢 生活压力很大啦 或者休息不好 会导致内分泌荷尔蒙的失调 那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药物 及使用不适合的化妆品 那吸烟呢 环境污染等等 也可能引起这种灼疮 那这种灼疮呢 它发病于在口舟 及下额部 它以严整性的 皮疹为主要表现 那研究显示呢 其实灼疮遗传是有关的 那也就是说呢 如果爸爸妈妈都有过灼疮的话 那么宝宝以后的灼疮发病率 是父母的26倍 那一向对3000多人的研究表明 81%的灼疮患者 与遗传有关 那19%呢 是与生活环境有关 尤其是严重性的灼疮 更明显的有家族遗传性 那轻型的灼疮呢 则主要与环境因素有关 所以如果你自己得过痘痘 或者是家里人有过痘痘呢 那自己平时就对皮肤护理 更加要上心哦 毕竟你容易长痘痘的几率 还是比没有长痘痘的人 要大好多倍 那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 你更是要注意哦 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医治着疮最主要的原因呢 是要避免疤痕的形成 那疤痕呢 一旦形成 它的疗程会很长 而且会很昂贵 那痘痘留下的印记呢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痘印 那痘印呢 可以表现为红痘印 或者是黑痘印 这种痘印呢 一般可以自己恢复 那时间呢 短可以是三个月 长的话可以是一年 或者更久一些 那另一种呢 是痘疤 那痘疤会表现为凹洞 它可以凸起 那这种痘疤呢 能够自己恢复的 发生率呢 是比较少 那即使恢复呢 也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很多时候 它是需要一些医疗 医学治疗的 那第一点呢 要注意个人的清洁卫生 那每天呢 要以中和性的 木 那个洗脸霜 以及温水来洗脸 最多两次到三次 保持面部和手部的干净 使面部的皮脂能正常的排出 帮助有效的预防灼疮 那千万要记得 不要过度的清洗 连面部哦 这将会把那个皮肤的保护油脂 完全的洗去 造成皮肤太过的干燥 那这对肌肤会有很大的伤害 会引起着疮 那也不要去刺激着疮 很多人很喜欢用手指啦 去挤啦 去捏啦 去搓 去搓那个着疮 那我们懂手指本身 都带有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那这会很容易的引起发炎感染 那着疮就会形成了痘印痘疤 那女性呢 在那个生理期间呢 也要注意卫生啦 尽量保持面部的干爽 尽量也不要使用太多的那个化妆品 那饮食清淡也是非常的重要 要多吃蔬菜水果 避免吃太过 太过多那个油腻啦 辛辣的食物 那我们要保持规律的生活 习惯比如说啦 不要熬夜啦 不要去玩你的iPad啦 或者是看韩剧啊 少抽烟喝酒 这些都会导致 我们的荷尔蒙 内分泌失调 导致油脂分泌过多 而形成了痘痘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要说要多做一些运动 要多做一些能够舒缓压力的一些活动 不需要提高 还要怎么样推荄 得怎么样医治疾疮那 那就要看疾疮的严重性了 那抑制轻度的疾疮 就含有粉刺的疾疮助了 医生会配给一些含有微酸类的一些外涂的产品 那 当 这达疮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比如说含有除了粉刺也有盐性确诊的时候 除了引用一些含有维酸的那些产品 医生也可以配给一些抗生素 抗生素可以是外涂也可以是口服 除了外涂和口服的抗生素 跟含有维酸的外涂产品以外 医生也会联合应用蓝光或者是果酸疗法等物理治疗 那当着疮比较严重的时候 那三级中度的着疮含有粉刺 盐性秋枕或者是浓包的着疮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联合治疗 除了口服抗生素和外涂维酸 我们也会用一些蓝光或者是激光 或者是果酸的物理治疗 那女性患者呢医生有时候也会配给一些抗熊激素的治疗 比如说给那些Dian35的那个病原 那四级重度的着疮呢 就含有粉刺 盐性秋枕 脓包啦 节节 囊肿等 斑痕的着疮 这个时候呢 口服维酸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那也可作为是一线治疗 那这些维酸的口服治疗呢 其实都要给医生配给 那医生呢会跟患者解释 服用这些维酸的一些副作用啦等等 那对于盐性秋枕和笼包较多者呢 我们可先有系统的应用抗生素 联合一些果酸啊 等皮肤有改善以后呢 可能会改用口服维酸来治疗 囊肿和节节等皮损 无论采用哪一种治疗的方法呢 皮损明显消退以后呢 都应该继续的维持治疗 因为呢 这是要避免疤痕的形成 要对抗或者根治着疮呢 我们可以采用 Agnus Rudolf Frequency 就是采用呢 微震你无线电波 来把你的那个皮脂线 完全给铲除掉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可以配合立足然 把那个归于近身的核酸 注入皮肤的真皮脂线 来促进降板的滋长 然后我们也可以采用 CO2激瓜 来帮你去除痘疤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我的影片 会有助于你对着疮的了解 预防的措施 和一些治疗的方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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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